大家好,我是小美老师 今天我们画的是一只小狗 还有那个场景 我们今天画的这只狗呢 它只有一个头部 还有下面的一个花 还有后面的 还有一些背景 背景呢,我们都把它虚化掉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构图 这一个小狗的一个动态 起稿呢,我们可以用 偏绿色一点,因为我们背景啊 背景全是绿色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点那种浅浅的绿色 去勾这个形状 这幅画呢,我们要画两节课 因为我们可以更细致的画它 那前面两幅呢 我们都比较稍微粗糙一点点的动物 现在呢,我们要画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细腻一点的动物 所以要分两节课 前面这节课呢 因为画了一定的程度 它比较油了 它画不上去 所以呢 要等它干一干 才能继续画 首先第一步呢 还是构图 构图呢 我们用偏绿一点的颜色 可以用这个 土黄 加点点这个普兰 淡淡的颜色就好了 不要太浓 可以加点这个柠檬黄也行 都可以 淡淡的 先把它一个大致的范围圈下来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 只有一个头部嘛 然后还有一点点身子 然后呢 狗 狗的那个头啊 它是冲 冲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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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啊 要稍微多留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画人物啊 画动物啊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眼睛 啊 是朝哪个 朝哪边的 那边呢 我们就稍微多留一点空间 要不然的话 就感觉整个画面就很堵 啊 很堵 然后呢 这里我们多留一点空间 我们画的靠这边一点啊 这边一点 可以 这里这里画一个点 就是 这是中间线吧 中间线 啊 中间线呢 是辅助线可以 也可以画一条啊 中间线辅助线啊 都可以画一条 啊 那个 动物呢 一般怎么摆放构图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十字中间线啊 不要画的正中间哈 而正中间的话 就属于那种 有点像装饰画 也可以 也不是说不可以 有点像装饰画 那种一般是 画动物的正面 或者是侧面 正侧或者正面 啊 可以放在正中间 可能还挺好 啊 像这种它有动态的 啊 有有一个感情的表达的 我们就不能给它放在正中间 啊 这样的话构图会有点丑 好稍微这个中间线啊 稍微偏一点点 我们刚说了眼睛是朝这边的 所以这边呢 多留一点啊 就朝这个方向 啊 大致的你看画一个 稍微构图饱满一点啊 构图饱满一点 因为这副 嗯 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头部和一点点身子嘛 稍微饱满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构图稍微大一点啊 然后稍微往这个方向偏一点 你看这边的话 这边基本上是你看 可以分成三段嘛的 一二三 前面呢 这两段比较多一点啊 这这这一段呢比较少一点啊 下面也是 这个头部呢不能画的太靠下 就不能比如说这个下巴不能画到这啊 不能靠太靠下 太靠下呢 他就感觉这个东西啊 就再往下坠落的感觉啊 不太好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中间线啊 稍微偏上一点点啊 偏上一点点的位置就好了 啊 这里偏上多少呢 就看你的那个框是有多少大 你要这样去定一个比例 这就是一个构图的技巧啊 一定要偏上一点点啊 不能太靠下了 你看这这一段的 是吧 偏上一点点不能太靠下 然后呢头部啊 这里啊 头大概就画这么大 这是一个大致的范围 我们可以先圈一下啊 稍微潦草一点 潦草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一会盖啊 就可以全部盖掉的啊 都都不影响 因为我们七稿啊都很淡啊 因为我这幅画小 所以我七稿用的勾线笔啊 你们画面大的话 可以用小号笔一号笔都可以啊 然后呢现在呢就一个啊 大致的一个形状啊 我们现在呢定下来了 看这里啊 这个 这个是头 这个是身子 好了就画这么这么大就差不多了 下面呢都是下面呢都是草啊 背景啊也是草 现在就画细致的构图细致的构图啊 细致的构图看一下我们这个 他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扇形啊 我们你看这里这里过来 这里过来 这里过来是吧 这么大致的一个扇形哈 我们要善于发现这种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再给他带入啊 一个比较熟悉的形状带入把它简约化 而起稿的时候越简约越好啊 不要画的太太过于想的不要太过于复杂 太过于复杂呢你晚晚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 要找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形状 然后再下手 然后呢这里是有一点点倾斜度 把这个倾斜度怎么去控制呢 我们说过的平移平移法 平移那这样 那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倾斜度对吧 你看往这边平移是吧差不多 一定要跟这个 你可以看不准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图片啊啊 正的贴贴在贴在这个画面上 你看平移是吧 差不多这个倾斜度就好了 一个倾斜度 然后呢这里这里头嘛有点圆圆的对吧 圆圆的稍微留一点空间 它是这样 你看这边这边也是 看看这里 对吧 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一个扇形的行动啊 这样 这样平移过来对吧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角度 然后呢这个就是下面就是圆的 对吧 一个简单的一个扇形哈 构图呢可以潦草一点没有关系的 好了 这就是它一个大概的形状啊 然后呢这个贝啊这里拱起来 现在呢更加细致化的去描它了 它这个头顶啊头顶是有点圆圆的 对吧 我们现在给它 在这个框架里边我让我们再去修饰它的一个形状 啊现在呢我用稍微大一点的表 因为这个细节啊我们控制好了 我们现在起稿的颜色呢可以稍微深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底色啊越来越深啊 我们可能会有点看不清 啊头顶圆圆的有点点圆圆的哈 不要太过圆圆圆的 我们构图呢就是最不要着急的地方 要善于慢慢的去观察 如果这个狗的形状你都画错了 那后面再怎么画都不太对了 一旦上色啊你再去矫正这个形状更麻烦 所以你们这个画这个这个狗的时候啊 稍微慢一点点把形状画准了 多次检查啊画完了之后要 要去要站的稍微远一点 然后呢跟图片图片呢做对比多对比几次哈 不要看一眼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上色了啊 我们现在看的还不会太准确 要多看几片 你画这幅画呢可能要花的时间比较长 画个三四个小时也很正常的哈 一节课画三四个小时都很正常啊 这是个耳朵 耳朵呢你看这里它是有点那种毛 是吧毛飞起来的感觉啊 像这块地方呢你看我们勾形的时候 就可以让它有点这种毛的质感 这样是勾它啊 不要不要像这边一样 因为这边呢 它的毛比较短 我们用这种流线条的给它画下来 然后呢这个毛比较长的呢 我们就用短线条啊去给它带阔 这样的话我们构图啊 就是起稿也给人感觉很生动 我们要从头到尾保持这种生动的感觉 因为从一个开始你要是勾涂都勾死了 然后你你那个上色啊上到后面啊 会容易越画越刻板越画越刻板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要保持一个比较松动的状态 轻松放松的状态啊 你看这个都用短线条去去概括它 也不用也不需要说太清晰的线条哈 摸摸糊糊有一点点啊 然后这上面长了一个耳朵对吧 这个耳朵稍微长一点点 就是这一段这一段稍微长一点点的地方 长一点点 然后画这么大就够了 那这是耳朵就出来了 然后呢它这个毛色有变化 毛色有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圈出来 差不多你看到耳朵 耳朵这里 这里下面一点点的吧 它有那个另外的颜色 然后呢这里也有 差不多这耳朵的 整个耳朵的中间偏上 这是一段啊 中间偏上一点点的位置是吧 它有个半圆 半圆 它的一个毛色不一样啊 半圆 然后呢这边毛也是 但是也用短线条去 去勾勒它 不要用那种很完整的线条去勾它 起稿呢就要 就要有这个状态在里边 画油画师最不担心这些颜色盖不掉了 所以呢 不要太太在意这个颜色 不要太厚重的上去就行 像我一样薄薄的上去 因为它本来周边它都是绿色了嘛 所以呢 狗身上也会有些反光 有些绿色的反光也很正常的 这叫环境色 也要有一点 如果一点都没一点绿色 身上一点绿色都没有的话 就是跟这个环境啊 格格不入就显得有点假 为什么说有些画画有点假不生动 就是这个原因 它没有环境色 没有环境色呢 画下来就不要假 好 这个这里也有个它的一个花 花纹 这里也有 对吧 这条线呢要掌控好啊 这个眼睛 你看它这边是对称的嘛 这边其实是还挺对称的 这个花纹 你看这里 也是一个半圆的 也是一个圆圆的形状 好 这里呢 这里是一个嘴巴是吧 嘴巴白白的 其实这里也是接近于一个圆 看到没 这里也接近于一个圆 好 算是结构分析 这里有个圆 这里有个半圆 然后呢 这里有个圆 对吧 大概的这么标志一下 一共呢 是两个圆 一个半圆 这样的话 就比较好画一点 要不然不知道怎么下手 要学会分割 但这个我只是给你们解析一下 不一定要画的这么画出来 好了 现在就画这个眼睛 这眼睛呢 它是在这个花纹 这个画纹靠下的地方 对吧 靠下的地方 这个是整个这个画纹 一半不到的位置 小一点点 如果你想把这个狗啊 画的更可爱一点 那也没问题 你可以把它眼睛画大一点嘛 它就可爱萌一点 这个都可以的 有所变动是可以的 好 它大概这么大 画画呢 主要的是画的画像不像 而不是目的 目的呢 是要画出我们心中想要的那种画面的感觉 这才是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但你不能把狗画成了别的动物 那就太夸张了 我们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 也是一个眼睛圆圆的 然后呢也是在这个画纹靠下的地方 对吧靠下的地方 稍微倾斜一点 然后这个倾斜度呢掌控不好 也可以用平移的办法 刚刚教了你们平移 这个眼睛呢 它就不会像那个眼睛那么圆了 稍微有点 长一点啊 你看上眼睫 现在这个是上眼睫 上眼睫呢 永远是包着下眼睫的 下眼睫 你看我现在画下眼睫 是吧 上眼睫呢 你看永远要长一点 就像你们化妆一样 就是这个上面的眼线 要长一点啊 就是这个道理 差不多的 一个概念 好 然后有点眼白流出来 这个小狗狗就很生动了 这里有个眼白啊 已经不太好流了 就这样就行 没关系 它这个眼眼眼线还挺长的啊 这里有点黑黑的颜色 还挺长的 然后这里有黑黑的黑黑的毛 有深颜色的毛可以代替一下啊 可以表示一下 这里也有这个 它有个鼻子啊 现在鼻子也画下来 七高用一种颜色就可以了哈 不是说 一会换一个颜色 不是这个颜色 要换个颜色 没那么麻烦 好 然后这里是个鼻子 鼻子呢 比眼睛大一点就可以了 啊 我们就要这样做对比 画完什么之后 一个一个的去做对比 鼻子比眼睛大一点点就行 鼻子呢 其实是有点像五边形的 啊 你就这样画个五边形就行 它是这样的一个鼻子 就有点像五边形 啊 好 然后这里有个嘴巴 嘴巴 它下巴呢 有点被那个花花草草遮住了啊 它是也有的 也是有一点点下巴的 好了 然后呢 再把身子描出来 下巴好像要稍微出来一点点 啊 没关系不用管它 好 你看这个 后面的 那个腿啊 从从这个 从这里出来啊 从这里出来 然后呢 这个背啊 背从这个头顶这里出来 背从这个头顶出来 很虚很模糊的画一下就好 然后呢 这里啊 这里有块黑黑的毛 对吧 黑黑的毛可以流出来 好了 这下面呢 其实都很模糊了 都看不清了 嗯 好像这这幅画长期作品呢 我们怎么画呢 啊我们长期作品呢 就是从 啊大的背景开始 大的背景开始 就好了啊 大的背景开始 从大到小 就跟我们啊 之前画的话是一样的 从大到小就好了 背景呢 怎么调呢 就是有点那个 啊绿灰色啊 绿灰色就可以了 嗯 用点白 肯定是少不了白色 啊就在我们这个里面调一下 加点 加点普兰 加点土黄 啊灰灰的 然后加点柠檬黄 一点点啊 这个颜色呢 是你们自己看的啊 喜欢哪个颜色都可以啊 十年前一点都无所谓的 需要色彩协调就好了 啊我感觉这个颜色也差不多了 好了就可以往上画了 然后呢里面也可以稍微加点红 因为这个是绿色 绿色呢想让它再灰一点呢 可以稍微加点点红啊 不要加太多了一点点红 降一下掉就行 你加多了之后呢 他就 那可能就不是绿色了 不是绿灰色了 好了 你可以加一点点红啊 一点点 在对色彩还没有 十足的掌控之前呢 颜色呢一点点加 你看这个颜色啊还挺好看 可以多调一点 你要觉得 这个调方 调色方法熟练了呢 你就可以尝试多加一点啊 多调一点 背景嘛 背景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你可能也有个 顾虑就是哎也每次调的颜色都不对 你知道不要相差太远就行啊 啊不对也很正常的 不要相差的太远就可以了 背景嘛 它其实就是为了衬托你这个主体物啊 所以呢它 也不是说至关重要 但是呢也非 也很重要 因为整个画画面的生不生动啊 其实也是背景 背景啊 它有个衬托出来的 啊 有声背景衬托的 你看颜色啊 不一样也挺好的 有点变化也挺好的 不一定说 非得要一样的颜色啊 特别像画这种背景 只要都有点灰 有点浅 它就可以了 不是说 非得一模一样的颜色啊 一模一样的颜色 反而不生动 你看这个 下笔的方法 饱满就可以了 不是说非得涂的那么均匀 不需要的 像这种背景啊 不需要涂的那么均匀啊 稍微让它有点笔触感 挺好看的 如果你说背景的话 你不喜欢这个这个背景啊 你可以换成别的背景 都行 看你自己喜欢 也可以锻炼一下 你自己的色彩搭配啊 挺好的 上面一定要浅啊 下面可以省一点 这个运笔方法呢 怎么运笔都可以 目的呢是把它填满 填满 因为你这个背景肯定啊 填满的呀 不要留白啊 我是没有加油的 有些人可能就很喜欢加调色油 然后有可能呢 你不加油呢 觉得抹不开 抹不开呢 那肯定是颜料太爽了 颜料多一点呢 它自然就抹得开了 那加油加多了呢 你后面就不好画 一点都不好画 好 越到下面越深了 是吧 越到下面越深了 可以稍微 好 特别到腿这里啊 到腿部这里 这一块 这一块 啊 像我们 大概定位呢 都是这样随便的圈一下 大概的圈一下就好了 因为你圈的很整齐的话 你填色的时候也会填的很整齐 这样整个画面就给人感觉很刻板啊 不生动也不好 所以 画画码就要稍微放得开一点 特别画油画啊 稍微放得开一点 不要给给人感觉画面很紧张 有一点小小插 小出路是没有关系的 就说 要一样一样的啊 然后下面呢 就稍微深一点 深一点啊 也可以涂一点 涂到小狗身上也没事的啊 深一点呢 你就是这个 普兰多一点就行 然后呢 加点 土黄 加点柠檬黄 啊 可以不用加红了 因为它这是前面的景色 啊 前面的景色呢 纯度呢 可以稍微高一点啊 纯度可以高一点 像你看像这块草怎么涂呢 你肯定这样横着刷不合适啊 你就这样上下 有高有矮的刷一下 有高有矮的刷一下 不够黄吗 再加点柠檬黄就行 剩下刷一刷 你刷到上面的时候稍微清点 刷到下面呢 用力刷一刷 你看可以下来一点也没事的 不要太整齐 嗯 你看往上拉一下 下面呢可以又又稍微浅一点点哈 因为我们主主要是表达这一块嘛 其他地方你可以偶尔虚化一下呀都可以的 啊都没有问题了 还有花什么的今天肯定不好画的 因为他没干比较油啊 但也可以画一点点 就是画一点点呢 就是让这个看起来更生动一点 好下面呢 你看 你偶尔占点这个偶尔占点这个 偶尔这个多一点偶尔这个多一点 那这样去画这个草的话 它这色彩啊就比较丰富 其实你看我就 根本就没调几下啊 就可以开始往上画了 大多数人应该就是在那里实际挑啊 调半天颜色就是调不准 越调不准嘛 越调得久 反正的那个颜色呢 越不好看 因为皇家蓝肯定是绿色没错 你就带来往上画就行了 那就是不同层次 而不同深浅的一个绿色 这个 嗯 涂得差不多了 背景基本上涂得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 现在就可以画这个小狗子了 在这里 背景这里还可以来一点 小狗呢 把笔擦干净 或者你们换一只笔都可以 我是不会换笔的 擦一下就好了 用那个操纸啊擦一擦 多擦两面擦不干净的都擦两面就好了 然后再画那个深颜色的毛 深颜色的毛呢 先从最深的开始吧 可以加点这个 这个黑色 黑色呢加点这个俗贺 对吧有点点俗贺 嗯啊就可以了 不要上画 看哪个地方最深 就往哪个地方夹 这就这里有 你看画这个毛的时候 你看画轻轻的刷往外拉 轻轻的轻轻的 轻轻的 轻轻的 拉一点点啊一定要学会这种手法 那轻轻的他这个毛的感觉他就有了 当然这都不够细致啊 因为我们今天是铺个底色 但是手法也是很重要的要去学习 好 这鼻上没多少颜料的一点点刷 这个毛的质感他就是这么刷出来 其实画任何动物的毛啊 他方法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的 结果他的走势啊 他他那个动物的造型呢 长得不一样而已 毛啊有长有短 手法是差不多的 学会了一个啊 基本上才来都会的 男的估计就是造型了 然后你看耳朵耳朵跟头部要分清楚啊 分清楚的话 这块地方要颜色要深一点 颜色深一点怎么办呢 那就多点黑啊 多点黑就可以了 现在不能画着画着耳朵跟头啊分不清楚啊 有很多人可能画着画着分不清楚 那你画到这块你颜色可以压深一点吧 就可以了 啊这个黑黑的颜色太黑了太多了就不能画 太多了太黑了不好看啊 然后这里 这个地方也有点黑黑 因为黑色用多了会显得沉嫩 不要老是加黑色啊 然后你看这里 这里也嘴巴这里也是有点黑黑的 你看有点黑黑的就加一点 啊鼻子这里也有点黑黑的 下面啊鼻子的下面加一点点 啊上面它不是这个颜色就不要加 黑黑的加一点 然后呢嘴巴这里啊这里这里的毛 这里的毛也是有点黑黑的 你看两头都要很很轻松的这种啊 你看两头都要很很轻松的这种啊 往两头拉 中间用力啊中间用力然后两头轻轻拉 就好了 看哪里还有黑啊这里还有一点点啊这里 这个笔法可能一时半会掌控不好 多练一下就好了 啊头顶这里有一点点黑 好了 其他地方呢可能就没那么黑了啊 这这这个地方有点 嗯 咱们这ro喔 reviewed 嗯 眼睛啊眼睛这又有一点点啊 大胆的画 因为你刚刚开始画了几笔的话 画了一点点 你就肯定会比较 画面感比较难看一点的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油画嘛 你只要不断的往下画 它越画越好看 就画两笔停留一下 看一看 那肯定是不好看 好了 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那个棕色 啊 熟褐色比较多一点啊 熟褐色多一点那就 熟褐色多一点 那就熟褐多加一点就好了 熟褐多加一点 剩下的好像熟褐还没 蛮多的 还可以加点点那个土黄哈 加点土黄吧 可以加点土黄色啊 还是在这里边调 你看我们调哪块基本上啊 都是运用在哪块里边调 不要千万不要这里一坨 那里一坨那里一坨没有必要 我们就在这下面调就行了 因为它是差不多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里 画油画呢最忌讳的就是这里一坨颜料 那里一坨颜料 像这种情况往往都不画的不太好 学会利用我们一直在用的那个颜色 因为有些颜色啊 你要单纯的去调 它很难调出来的 就需要在那个我们调过的地方去调 它才能调出来 看我们是不是上色啊 基本上由深到浅哈 这里也有一点点加上 这里也有一点点 耳朵这里也有 一定要选一只这种 狼好笔 最好呢笔呀 不要太新了 太新的话 你就你就很容易画的这个毛 还真真其其的 不够啊 自然 像我这个这个毛 笔刷的有点旧啊 选择了旧笔刷 但又不是说旧的不能用的那种 有点炸毛的那种 你说如果你的笔实在太新了 感觉就是画不出这种毛的感觉 你就逆风逆风呢 就这样这倒着用 啊倒着用 这笔啊 你看这粘 倒着用 倒着用它就会有这种 感觉了 那炸毛的嘛 它就不用倒着用了 所以有些旧笔啊不要扔 有它的用途的 然后剩下的就是那个土黄色比较多了啊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土黄了 土黄的笔也要擦干擦擦擦干净点 因为我们笔上有点黑的 熟褐色比较多 擦一擦 擦一擦呢可以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土黄色土黄色啊 直接用一点点啊 轻轻的啊轻轻的进去啊 小小笔触短笔触啊短笔触 轻轻的刷啊短小的笔触啊轻轻的刷 让笔刷宽的那一面 宽的那一面正面啊轻轻的去刷它 轻柔一点 不要太使劲了 颜料不要太厚重啊 你看笔上的颜料稍微少一点 笔上的颜料稍微少一点去画 要有点耐心的慢慢的去刷它 不要涂快啊 我要快点马上给它刷完没有必要 轻轻的慢慢的去刷它 多刷几遍啊 刷了两笔就停下来了嘛 你基本上都是毛都感觉稀疏的很 这里有点点 嘴巴这里有点黄黄的 然后耳朵这里面呢 颜色呢都把它填满了 你看这毛是往哪个方向的 你就这个运笔呢 就往哪个方向运就好了 这里面呢 还有一点点深深的颜色哈 深深的颜色呢 就加点这个 拌一点这个颜色就好 好了 然后呢 这里啊 这里还有一点点啊 这里还有一点点啊 有时候很容易遗忘一些小角落啊 然后剩下的呢 其实几乎都是白毛了啊 啊白毛 把笔擦干净 此时呢 你们都可以换一只笔用啊 换一只笔 因为这个笔啊实在是太黑了 你用白色的话肯定是会用不好的 或者你们把笔洗洗啊 太麻烦了 最好呢换一只笔 我一般用三四只笔就够了画一幅画 笔也不用太多啊 深色嘛一只笔浅色一只笔 这样是最好的 如果你们老是换笔啊 有些颜色很容易融合不起来 感觉显得有点假 好了 现在就是白毛了 白毛 直接用白色 先画这种特别纯净的地方 特别白的地方 边缘呢 可能都怕碰上的哈 碰上的 胆子会小一点 好了 那就先把这个里边的给填好一点 填好了 像这种亮色啊 先把它填好 可以稍微厚一点啊 亮色稍微厚一点 然后最下面呢 它是有阴影的啊 有那个暗部的 因为这个光啊 肯定都是从上面打过来的嘛 所以在下面的毛啊 它是有点 发灰的 你看有点那种偏绿的感觉 还绿绿的灰灰的颜色 跟我们背景色很像 那先不管 我们先把这个白的画上 白色 这个后面呢 可能看不清了 这里还有来一点 头顶呢 好像有点扁 有点扁 再补一下 好了 继续画白色 你看现在就开始很容易串色了 为什么有时候画呢 有话要画久一点 因为它太容易串色了 要等它稍微干一干才好画 串色的话 它就容易画不细致了 就比较粗糙一点 我们偶尔要学习画细致的东西 不能老画那么粗糙的东西 好 接下来呢下面就 就比较灰一点了 灰一点了 嗯 这个好办 你要单纯去调的话 肯定调不出来 我们直接用白 加一下这里边的颜色 嗯 差不多就可以了 嗯 这个颜色它就出来了 嗯 你专门去调的话 你肯定 调的死去活来也调不出来 好 你看这里面你看跟这个 跟这个黑色啊 可以稍微啊 碰撞一下啊 碰撞一下 你看稍微戴进去一点点 啊这样的话你看它这个 灰灰的颜色 它自然就出来了 啊不一定要是 你刻意的去调出来啊 最高级的调色 最高级的调色 基本上都不是刻意调出来的 好 然后这里面也是 好 这个颜色现在就很好 好了现在这个笔啊擦一擦 笔擦一擦擦干净点啊 因为我们这里啊 这块 衔接的地方白色跟其他毛色衔接的地方啊 你看也是颜料少蘸一点点 颜料少蘸一点点啊 轻轻的往外拉 不过这个时候要经常擦笔了 就很容易串色啊 轻轻的你看 拉短一点啊 有些人可能啊 控制不住拉太长啊 你看轻轻的拉一下 拉一下这个笔头呢 就有点脏了 稍微擦一擦 把这个脏东西擦掉 好 再去蘸一下颜料 轻轻的拉一下 好了 笔又脏了 又要擦掉 一定要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擦笔啊 揽一下就完蛋了 好了擦掉 又画了后面又勤奋一点啊 擦一擦笔 好了 又要擦掉了 太容易参色了 现在 轻轻的往后拉 擦掉 好擦掉 擦掉 笔擦掉 好 这个毛呢它是这样长的 所以要往这边刷一下 擦掉 好 擦一擦 好了 擦掉 哦 这里也有 好擦一擦 好擦一下 擦一下 你就擦一下笔尖就好了啊 不要全部擦掉 你看现在就特别容易穿色了 有时候画不上去了都 好这边的毛呢等一会再画 因为它那个眼镜还没画 眼镜还没画 擦掉 擦一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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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擦掉啊 一定要擦笔 那没画一笔要擦一下 没画一笔要擦一下 不要偷懒 必须得做的 一偷懒画错了就不要来找我了啊 看这个地方极容易穿色 穿色了 穿色了 你看我们七个的绿色是不是被我们基本上都盖掉了 没了 好了 好像下巴 下巴呢也是有点白的 有点灰灰的 我们加点这个颜色 我们刚刚用过的颜色 画上去都不太明显 直接用白色试一下 你看不太画的上去了 只要等它干一下吧 好了我们现在画那个五官眼睛啊 还有那个鼻子 这个时候呢用小号笔了小号笔 就我们齐狗用的那小号笔 用点这个 黑色 加点蔬褐色 跟毛发的颜色还是挺像的 它那个有高光啊我们先不要管 好 先把它填掉 好眼白也可以留的啊 不用管它 好了 涂掉了然后呢现在就画那个瞳孔啊眼白啊 眼白笔擦干净或者换一只啊也不用换一只笔吧就擦干净就好了 眼白呢直接用白色就行了 因为我们笔上可能有点脏的 直接用白色 这个时候呢我们画的不够亮白 很正常 好了 然后呢现在还有那个眼 瞳孔的瞳孔的高光是吧 高光也添一点点 现在添的肯定也不够白 但是也要添一点点 让它更加 生动一点 加一点点啊 要有点点 这个好像不太明显哈 不太明显看得见 好下面呢下面它有点通透的啊 这个有点 盖掉了再给它涂回去 再加一遍 好了 然后下面呢它这里是有点透明的哈 透明呢我们加点这个 蓝色 蓝色 加一点点啊 就在这里面调一下 蓝 加点熟合吧 稍微深一点 这里啊稍微有点透明 这个也有一点点 这个眼睛也是有的 这个眼睛也是有的 它现在被挡住了 好眼睛这个眼睛不够黑了 再加一下黑色 好了 好了然后呢这个颜色呢稍微给它 匀一下过渡一下 好然后呢这个下眼睛啊下眼睛也涂一下 下眼睛呢就用 啊这个颜色啊加点这个黄啊 就用我们这个底色 下眼睛 下眼睛是有点亮的 有点亮 好 然后呢再给它稍微修一下它的形状啊 用黑色啊用黑色 它这里啊 因为这个形状不够不够漂亮嘛 还可以再修一下 好 好这里这里不要用颜料啊 不要用颜料 直接把上面的 白色往下拉一点点 好了剩下的就是个鼻子啊 鼻子呢它这里呢也可以用一点 我们刚刚画眼睛的那个 颜色啊就这个 画眼睛的那个颜色啊 来一点点 就是俗和黑啊 有点有点点白的那个颜色啊 来一点 啊总之呢要比下面的黑浅一点就够了 好 好 然后还有个鼻孔是吧 鼻孔你直接用这个 这个颜色 这里有一点点啊 鼻孔两头都有一点点 然后再用一点这个 就这个底色啊 这个底色啊 这个底色 把这个嘴巴下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毛啊刷一下 你看这里呢也是属于暗部了 颜色会稍微深一点 啊 这里呢不能太亮 转折的地方啊 好这时候也是需要擦笔的 看我也创色 这节课呢 这节课呢 胡子啊 还有一些别的细节啊 我们先不画啊 因为画不上去 画上去呢 也也画上去呢 也也挺粗糙的 所以呢 等它干一干啊 这里我们稍微给它啊 啊某某平一点啊 太粗糙了啊 稍微细致一点 啊比不要占颜料啊 擦一擦 给它和一下就好了啊 细节呢我们下几个还需要再画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用白色 刚刚这里还有一座毛 没有画是吧 现在画上去 轻轻的拉啊 不要拉的过猛了啊 把你的眼睛都盖掉了 颜料一点点啊 轻轻的拉 实在hold不住的嘛 你等下回干的话 啊这个地方可以等它干的话 但是我是属于有强迫症的 因为我我每回停下来 我需要这个画面都特别的好看 啊下回嫌弃比较好嫌弃才行 好这里再再加一点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 画一点点花吧 要不然这样看着也怪奇怪的 啊花一点点花 快点花杆子这个颜色呢 其实它都是加了滤镜比较浅 啊 其实画面效果不是很好 啊我们画的话可以稍微深一点 杆子可以稍微深一点 普兰加点土黄啊普兰加点土黄 这个花呀你可以多画几多少画几多都行啊 看你们自己 后面可以我感觉可以多画一点啊 因为有点空旷 因为我们这是横构图的啊 这个照片呢是束构图的 花还挺多的可以多加一点啊都可以 哇呀这个花花操操啊自己加啊 这边呢因为他都没有了就是照片上没有了 我们可以自己主观一点加 啊这个杆子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啊 你看这个矮短矮短的笔触啊这个笔触啊 就是呃怎么说呢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就好了 这下面的草啊有长有短啊有粗有细啊 但是这个都对你们来讲可能都有点难 画整齐了容易画这种参差不起的反而难 这个要你们自己多去尝试啊 有时候多画点细的有些画点长的矮的短的 自己尝试去变化 可以三长一短两两长两短一长啊或者自己去 自己去调控啊 这个没有特殊的方法需要你们自己去练 这里面有很多草其实 你看蘸颜色啊我都是啊 这里蘸蘸这里蘸蘸都行啊 因为它只要是绿的就可以了 就是不同的绿啊 像这里呢我们我都不建议大家直接用 直接用绿色直接用绿色不生动 而且那个绿色怪纯的还不好看 所以调出来绿色呢每回调的绿色都不一样 反正更好 每回调的都不一样呢这样的话你的画面就更生动了 你用绿色嘛 一片草地的绿色本来就是都不一样 都不太一样的有点小小差别 但是你整体看呢它又没有差别啊 好了现在再画画鸡豆花吧 稍微画一点点好了衬托一下哈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小号笔或者用勾线笔都行 花瓣呢我们总结一下特点啊那都是包裹住的那种形状 然后呢是那种花瓣细长而且多是吧层次多啊 掌握这几个特点就可以了啊 画的有点像花就行不是说非得一模一样 好用脸白加点这个 大红 加点点涂黄 稍微粉一点的颜色都可以 看你们自己喜欢吧 想红一点就红一点想粉一点就粉一点啊看个人喜好 这个都无所谓的 也不是说画的非得一定要像这种花 只要是花就好了 而且要好看的话就行哈 不要画的那种很很卡通的话你就有点尴尬了 下笔用小号笔呢如果用小号笔就用侧风啊花瓣稍微要有点花瓣的形状哈 你看 这个是这个花瓣呢是外边粗一点种就是下边细一点哈 你看像这种侧面的花瓣呢就是 两头尖中间粗一点哈 这样的话就是齐笔啊齐笔你看就用这个笔的侧风啊轻轻的用侧风轻轻的 然后运笔的过程呢压一下然后呢在收笔的时候呢再轻轻的收 就可以了 画这种花呢不能着急那一顿 一顿画一顿虾画 慢一点好 这个形状还是很重要的要好看一点 一定要有个形状的变化 你看它这花瓣呢也是有长有短的啊慢慢画 画画呢就是锻炼你们的耐心 要慢一点不要急躁 好 好直接再用点白色啊稍微给它 提一下哈 尖尖的地方 稍微提一下 啊当然这个它细节对你们来说难的话你们就 放着干一下哈放着干一下 再画就行了 你看轻轻的点啊稍微细长一点点 不要太胖的那种笔触 轻轻的去画它慢一点 有点耐心的去画它 这个就是包裹式的那种侧面画面啊 稍微来一点点让它生动一点啊不是说非要画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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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其实还有时候也不太画的上去 特别像这种情况 因为它底色也很浅 然后再加上花也很浅 它就很难画上去 像这里就不一样 因为它底色深 你那个画上去 它还是能看得出来有东西的 这已经开始了 不太看得出来有什么东西 实在画不上去呢 就不画了 稍微加一点点 我喜欢稍微加一点点 点缀一下 像这里面啊 稍微加一点点 稍微红一点点 都可以看你们自己喜好啊 这里的花呢 它其实都被模糊画了 但是方法呢 跟其他都差不多的 稍微加一点不同颜色的花 因为你总是一个颜色呢 它也不好看 然后呢 其他地方来点抽象一点的 因为这几朵呢 稍微要具象一点啊 其他地方呢 可以稍微抽象一点表达一下 这个意思就可以 所以 因为其他地方不是视觉中心嘛 可以稍微随意一点 如果你都画的那么 巨像的话 它也不好看 草地里 它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花 估计都有一点点 那种小野花什么的 估计都会有一点点 像这种远处啊 它应该也是有的 它应该整整片田地啊 它都是这样 里边可以稍微加点稍微粉一点的 远处的 你不能加太鲜艳的 太鲜艳的呢 一下子跳出来了 稍微 意思意思加一点点就好了 到处加点啊 其实这个粉呢 其实跟背景很像的 很容易融合在一起的 这种粉啊 不要那种特别突出的粉啊 一看 麻辣那里有大多花 太难看 那这种粉粉的淡淡的 跟背景色特别融合的那种粉色啊 可以来一点点 特别融洽的一个颜色 好 这这朵稍微红了一点 越来越不好看 接下来就等它干一点吧 稍微干一下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群里留言或者私信我都可以哈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继续画这幅画 画细节